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2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三年召開一次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會議 習近平選擇在延安召開 時間是17至19日 即是開了幾天 習近平在會上強調 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他 用10個明確 向軍隊提出政治要求 包括 明確政治建軍 是人民軍隊立軍之本 明確政治工作 永遠是軍隊的生命線 明確政治整份 要突出政治上正本清源 以及明確槍桿子 要始終掌握在 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上 大家看看 他每一項說的話都是為自己 樹立一個明確 你一定要明確 效忠於我 是不是 所有事情都是假的 最重要是效忠於我 好 習近平強調 槍桿子 在哪個手上的重要性 三中全會 就快要舉行了 在7月份 過去經常說黨指揮槍 究竟這把槍 在哪個手上呢 關鍵 就在繼任人手上 當年的毛澤東 抓穩支槍 所以他可以指揮黨 鄧小平也是 有軍權抓穩槍 所以他可以鬥到華國鋒 江澤民時期也是靠槍桿子來穩定政權 好了 毛老毛 想傳位給江青 其實主要是想傳給毛遠新的侄子 當然是由江青去監國 但是 因為毛遠新 臨時拉夫去了遼寧做政委 遼寧軍做政委 沒用的 那麼短時間你建立不到人物關係 江青直接是沒有辦法 對軍隊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最終被鄧小平發動政變 大家不要以為汪東興的賭歌 你也要看看是賭誰 你賭向一個沒有軍權的人 你就自己拿來碎 那麼 為什麼 當時鄧小平可以掌握到軍權呢 實際上當時軍隊 主要的 實權控制在嚴劍英手上 好了 葉劍英 當然大家知道 鄧小平自己有 也是站在鄧小平那邊 當時的退休或者 下野的老稅 當然還有列榮津 列榮津搞這個核武 其他的 大部分的老稅都死了 那些人大部分 都是站在鄧小平方面 還有一個 在軍隊裏面一個很有份量的人 叫做陳錫聯 陳錫聯 當時也是政治局的常委 他 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唯一掌權的人 除了葉劍英之外 陳錫聯是什麼人跟鄧小平有什麼淵源呢 他當時就是129C的一個排長 就是打日本仔的時代 而129C的司令員 劉伯成 鄧小平是政委 陳錫聯是跟著他們出身的 所以你想想 鄧小平一句說話 陳錫聯哪有膽子啊 哪有膽子啊 哪有膽子造反 所以 國隊與江青 派系這班人 四人幫 他們是沒有軍隊的根基的 所以 出事 當然啦 鄧小平 掌權之後 也都靠軍隊 也都靠他的 以前軍隊的地位 牢牢控制住 沒有人可以 挑戰到他 即使 楊尚昆 楊家將也不行 楊尚昆也是很老資格 他當時應該是 屬於這個63人反黨集團 其中之一 當然啦 那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冤案 但是 黨裏面的地位跟鄧小平是沒有得比的 尤其是軍隊 即使他弟弟楊伯兵做軍委副主席 也沒有辦法挑戰鄧小平 到了江澤民 這個老等出手 除去楊家將 因為是江澤民掌權的障礙 江澤民也是很順利地接管了槍桿子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經歷了那麼多代 到了胡錦濤 就掌握不了軍隊 軍隊的人全部都是江澤民安排的人 而江澤民當時有個大管家 叫做曾慶紅 他就是把所有軍二代 紅二代的人全部籠落回來 所以 當時的軍隊 大部分都是向江澤民效忠 而沒有人向胡錦濤效忠的 所以他 實際上 沒有掌握過軍權 而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是要 控制軍權 就是通過反腐 不斷清洗 把所有 不是他的人全部清除 下面不斷有新的人提拔上來 提拔誰的 那些人就是他的人 你選一些人出來 會對你效忠的 你就會捧那些人 現在三中全會之前 用三日時間去開會 其實 主要就是 要加強控制軍隊 這個會議 可能可以跟當年的古田會議 差不多 也是 要通過控制軍隊 在軍隊建立 他的人物 現在他安排了這個 彭麗媛 進去中央軍委裡面做甚麼呢 是那個 升遷人士任命 不知甚麼主任 是軍隊的升遷人士任命 這個呢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好比 利暴尚書 誰可以升官 誰不得 誰考核 由他作主的 他升上來的全都是自己有啦 你也不會升一個反對你的人 去上來的 十個人 這五個效忠於我的 那就評高點分吧 這五個沒有表態的 就評低一點 所以 升上來的 誰可以由 有大教 升上來的 那些呢 就是自己有 最重要呢 主要是大教那一級 上教 中國有大教 那就升上來的 大教這個位置 美國有一個準將 不是 之前有一個準將 就是上教 升上來的準將 然後就升上來的 大陸就有大教這件事 很多人 都會分略了 習近平 究竟 能不能夠掌握軍隊呢 例如張立合 現在掌握了 自從張立合穿了軍裝 除了軍裝之後 穿了西裝出來 很明顯他的軍權已經被奪去了 這次再開一場會 實際上就要告訴大家要加強黨的領導 加強黨 最重要是哪一個 對黨忠誠 靠得住 自己的老婆 就靠得住了 人家 有個強字的 有個張字的 有新戴功的人就靠不住了 所以呢 對於李強雖然不是軍人 但是他也靠不住了 因為你有個強字 新戴功 你也有把功啊 張又俠當然了 張長功 你也是有把功 當然是靠不住了 習近平也很迷信的 以前一直用他 就是因為無人可用嘛 這個是沙煲兄弟嘛 因為張又俠的老爸和習仲勳是細膠 兩個都從小玩到大 現在不同了 劉元也是從小玩到大 劉元不是一樣的 要解除 先利用劉元 搞定劉元 劉元當年也是 由中央軍委入面就調了他去人大裏面做甚麼主任 除了這套軍裝 解放軍除了這套軍裝 就不是軍隊來的 你就變成武牙老虎 現在很明顯 這次三中全會 很大機會把彭麗媛提升到中央軍委入面 中央軍委本身的大秘書 中兆軍 已經是幫他監視著所有人 加上何衛東 空降進去做軍委副主席 接下來 可能就會安排張又俠退休 然後彭麗媛進去軍委會裏面做委員 加一個委員進去 下一次的副主席就是彭麗媛做的 兩夫妻 一個主席 一個副主席 就控制了軍隊 對於張又俠是十分不信任的 因為他要強調一件事 就是 要 對黨忠誠 可靠的人手上 誰是對黨忠誠可靠呢 言下之意 張又俠不是對黨忠誠也不可靠呢 你不斷強調的東西就是沒有 現在不可靠 所以 這次可以理解為三宗傳媒 就是要鬥倒張又俠 要徹底把他的勢力清除 李尚福本身是張又俠的人 現在也被他清除了 而新任的國防部長董軍被稱為 山東邦 或是太后邦 就是 後黨 是彭麗媛的人 通過彭麗媛的關係就升做 國防部長 因為他是海軍出身 但是 沒有入過艦 沒有做過實戰 是民職來的 是海軍裏面的民職 這些東西 實際上 是掛名的 也不能入到中央軍委 所以這個國防部長也很流 這節我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乘以邀請經濟香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